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第二节的一级赛马方程式 刚才说到8月22日第二组集 还有两组集 这一节跟大家讲一下 先来第三组集 什么马要跟进呢? 就是万事省 排四档 辛威龙怎样 highlight 才堕了马 看意外是怎样形成 看片 那只万事省现在在这里 红红的衣服 跟着铁蓝有一只马 至于你说是辛威龙 其实你看到 骑士已经打斜了身 你看看他怎样堕马 先看看片段 万事省一直摆在前面 其实辛威龙其实是骑士断了脚踏 所以就跌了下来 这个万事省 其实过往你见他跑一千米闸 又好像前速不够快 千二就太快了 这一组1050米闸 就好像那个感觉走得很开心 一路摆在前面走 你看看骑士的手 基本上没有特别大力推棋 这里你看看他彈来第二三名的马 多远 差不多差不多六七个马位了 差不多只剩400米转入直路 你见过骑士这里 小小松几步 马其实还交到一个不错的走势 反而后面那些马 好像骑下去也不太有反应 你见第二个是什么马 是月影 九十几分马 你这一只万事省 47分 一路摆在前面走 还可以顶到 现在这里 还弹下了三四个马位 当然后面有一只蓝蓝地衣的杰飞 走势也相当好 这一只万事省走出来 那个观感比我来说 好像那个贯注力也差不多 Michael 不错 有时这些褶子 因为它没有那个磅 你究竟不知道 其实它背着多少磅 有些背得特别重 有些背得正正常常 这个就是 我们不可以完全作准 但是 起码你会见到 马的竞逐兴趣 有时我们看这些事集 你留意一下 再关注一点 有时马鱼好 你回去的时候 再看它是什么大鞍 还是什么小鞍 你也可以再看 我想问 大鞍和小鞍的重量是差多少 可以差五六磅 甚至乎你可以差到 接近十磅都可以 有些小鞍可能是一两磅 大老神皮野美金一个 越小越巨 这些公欲善其事 必须的 一个骑士 起码有五六个鞍 你只买鞍买几十万 哇 因为你要骑不同的马的时候 就要用不同的鞍 以及那些最漂亮的皮 但是刚才你回来那里 第二只那只月影 哇 那一部漂亮 很狠 我猜它 你看它几步就已经贴了 是 我猜6号 谷草那里 看看有没有赛程 让它跑 这只很厉害 不如看完最后那一组 也有两只马跟进 好了 就是二档的 六阴风彩 和八档那只暴风盒 我们看看片 六阴风彩 现在摆在前面走 潘明辉奇 这个黑色衣服 有一个纸纸地色V 反而你说这只暴风盒在哪里 现在是包尾 这一度的位置 我们看看两只马怎么跑 一头一尾 这一组集 看得这两只马 比较辛苦 老人风彩 过往都是摆在前面吃虎 现在出阶快 潘明辉反而定一定 摆在五六位那里 反而这部风盒 你叫罗里亚跨下这只马 摆在包尾位置 那是不是前速已经立脚了 要再增程呢 因为始终这一组集 都是1050米集 你见它其实 冷静的感觉上 这些货集 都是比较重的 差不多转弯入直路 看看那两只马 在哪里 暴风盒还是大包尾的 反而这六因风彩 现在在第七位的二叠 潘明辉转了出去 你看回那只马 其实潘明辉没有特别大力推 其实那只马 逐步逐步上来 其实那个观感都不差 反而你再看那只暴风盒 这里和尾尔那只马 还有一个马位距离 这里差不多百多过终点 那只马开始 你见罗里亚压起几步走 你特别看回 过了终点之后 那只马的走势 这里开始来 它穿了 先过一只 然后再过两三只 那我就觉得这只暴风盒 和陆阴风彩 比我的观感 这一课集 都是比较轻松 那你再看那只暴风盒 现在这里 开始捐到一条欄 那里 开始 还在赶紧 收不停的 陆阴风彩也是 那你看回 过完终点之后 的鱼势 其实这两只马 都是相当之强 那Michael 又怎样看呢 这两只马 暴风盒 它不用太刻意曝光了 它季尾的时候 那只马已经 走了过 现在转了 罗尼亚跑 我想罗尼亚就 纯粹摸摸摸 这个马性 它断断试它 断断试它 断断试它 它亦都很聪明 通常一般 你过了终点 看神速也好 大家惯性 就觉得 看完了 它在那时候 才开始 跟马 在转向 透通 在转向 即是如何 如果它在阵上 要取位 因为这马一定是后上 它取位的时候 它怎样可以拉到这马 一抵 就到 即是一拍就要去到 因为你一拿 那位 不是一拿 拿两个马位出去 可能它滴 第四个手指 少少 即是四分一寸 这马就已经 原来给你半个马位 再滴多一点 原来就刚好一个马位 你吃着它 一滴 一出来就刚好 就拍上去 所以你看到它 刚才是玩色 它还想玩多 如果你再留意 过了之后 它还想玩多次 去右边 你叫它看一看 它怕里面有马 它先看一看 接着都试了一下 在阵上 拿位 但是在最尾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留意 就看不到 是 明白 又知道很多东西 说完暴风俠 上次我们就说了五个马房的银后马 今次也有五个马房 先来就是暴风俠的练马师 荣天鹏 荣天鹏和我大哥 就算是由师兄弟一齐出来出身 第三期 非常踏实的一个 就是当年我认识他 他也是大我几岁 是 很踏实的 那他们有时候 逢星期三跑夜马 都跟曹曼仔 有时候到我们家 特别是跑快活谷的时候 就来我们家吃饭 都是不多说话的人 很踏实的 我大哥跟他也很老友 我大哥后期 因为有一只马 是月宫 一跑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死了 我跟妈妈说 准备停赛就行了 好肉酸拉 停了赛之后 我大哥的马 基本上介绍了马主 就给了荣天鹏 去骑 一出来就开始赢了 那时候荣天鹏的成绩 又因为拿了我哥哥 一些基本做骑 也挺好的 那这几只马 怎么看呢 人爱之星 我想大家都知道 季尾的时候 一换回潘明辉 那场 哇 赢得清脆利落 全程走外碟都赢了 但是潘顿的时候 碰撞一下之后 走走隔 都要输一场 先赢一场 那这只马 我估计今年 容天鹏 应该来地 应该多多一场 那幸运美金这只马 我很好看好的 这是短途的 一千呢 甚至乎 我估计今年 可能可以试试一千二呢 这只马 都有权 可以在二班 可以继续一至两场 看他的进度 極出前进也是 去年我也有一场冷碗 爆完之后 再出 我也有介绍给大家 但是那一场 都跟我们保住一条 这只马 再来一千呢 我估计都应该有一定的实力 一千好还是一千二好呢 一千我觉得比一千二好 你放个牌子 有几磅 当然看牌子 我估计这只马 你们可以多跟一场 那极品呢 虽然就 这只是麦韵石马 是 那上年 你记得那场 记得 杨明伦 千二 哇 三极 跟着再出 热门输 输 但是呢 你想着他 应该一场好 再来 应该都会好 他又不行 但是我估计这马 不怕的 明年再来 即今年 今季再来千四 可以跟一场 这个就是 容天鹏的 银行马 我补充一点 其实 这四只马 操得最行的 就是叫 极品 你看到7月24日 服货 基本上到今天 跳六货有时间 当中有几天 游水加度步 再加出跳 是否有些瘡是这样的 这叫三尿 这叫 不行的 现在是跟他 鬆紧肌肉 流水是最好的 其中一个练习 他这个不是一个 routine 这个可能暑期过来 他的马 他可能感觉肌肉硬 操完之后 回来报告 以为好像 那些脚伸都不要 弄他游水 但是他同一天 做了三个东西 是否少一些 五百五百五百 也正常的 正常的 等它舒缓 等它特别急的时候 被他游水 是最定的 有时候 如果你有骑马 那些马在水中 和玩大雨 凹着的时候 是最乖的 最乖的 你不用怕会跑到哪里 除非特别喜欢玩水的马 否则 很大雨 林煮马 他们很乖的 很乖的 他不是怕线 他不是怕线 但是他一马在铁着 他就是特别 他的马性就是这样 好过人 接着补充 极速前进 8月2日到8日 停货了几天 大家留意他们的进度 之后 说完容天鹏 说一个 不是华籍的联马斯 说一下霍利时 有什么马跟进 好 看看霍利时的提款密码 霍利时南非的联马斯 都是名气很响 是的 但是在香港也有时 差不多在边缘 去年就说因为 泳池 泳池帮一帮他之后 这个泳池 他们可能是 这位联马斯 可能他特别习惯 有些程序 放在他水里游的时候 他才可以重新 我们有一个 基础的设计 可能他往往游完水之后 他可以掌握到 马基础设计 在哪里 他就做功夫 去年就能拿到三十多个冠军 但是如果他走远一点的泳池 可不可以做得到这一件事 还是不行的 不是不行 我想他变成了 整个马房的工序 时间和各方面 他不能管理得那么好 如果他接近的时候 他可以密密做 我想他的效率做得很好 我们回来 如果霍利时 我喜欢《闪电王》 去年季尾那场 蒋家琪 刚好那部卡通片出的时候 蒋家琪就弄了个大冷 是的 什么惯性聆听 对 起码 惯性聆听 转仓也很厉害 立即变成另一只马 是的 所以这只马大家可以留意 但是 再会不会是蒋家琪的 我希望 因为有时候这些东西一爆了 有很多大师傅就盯着 那些估计就着着 就打电话 喂 听电话的嘛 最流行的 我帮你啊 我帮你啊 还有转了马房 告达里转了去霍利时 没错 都是跟比卡超龟队 雷超也是 另外一只 就是军林大地 我觉得这只马 就跟雷公作 非常之似的 都是那些 强盲的后竞 可以顶 雷公作转了 谷草原来更坚 是吧 那这只呢 都有类似 异曲同工的 这只马 我真的很喜欢这只马 后面的追势 很厉害的 那 就是现在我们说这些马 我觉得他会有机会 帮霍利时 在贵内赢一 或两场 所以我们特别 就叫做银行马 那兄弟鸿呢 去年其实这只马 已经操好了 那跟着有一场 就是奇普敦騎 那我也有叫 有些马迷去跟着那一场 谁不知那一场 很大汗 臨场就不行 但是这只马 是有实力的 是 那当他再跑回沙田的时候 一千 那就可以再留意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 他这班 后面那班 马主的名医生 凡帮初那些 那些 那些什么红 那些斗志都是好的 很好的 另外就是正本同心 不用说了 那些是否难出头一点 很准的 是啊 但是这些马 他一定 只有那四岁 不需要太担心 今年踏入这里 我估计他应该会是 交代的时候 所以有些马 我们又不可以完全 这些我都知道 柴仔 银行马 所以有些我会觉得 我要 take a risk 我就要迫他的进度 成熟 好 我觉得他 可以 帮霍利时 都执一场半场 是 不过霍利时 上季就大反弹了 16场头马 一弹弹了 33场 这四只马 有点补充 兄弟熊 其实4月23日 跑完场泥地 跑第三名 发现流鼻血 其实你看看 操练 5月27日已经操练了 但是 练马师又不急 复出 差不多 一个多月就 已经休息了 不如等今季 7月31日复货 三货 跳到快时间 这个状态 其实都慢慢慢慢 叫做起 至于你说 正本洪森 已经有一货 拍跳 霍利时 马房都好像 挺心急 另外 军林大地 其实田泰安 已经没了几货 我就觉得 贵来可能 杀科日 就是跑了第三名 全程三叠 然后 十四档 铁蓝走 转弯飞出去 然后就输给 什么码 上个星期说过 环保动力 和起登限 这个第三名 其实表现 一点都不差 田泰安 骑他好 如果他再给 田泰安 骑他好 后上马又不怕 他扔出去 那些东西 好了 说完霍利时 不如说一下 一个华籍的 列马斯 去另外一个图 哪位呢 姚本辉 姚本辉 出道的时候 都是跟老摩 也是这样 有马操 没有马跑 但是 很勤力的列马斯 特别训练一些短途马 特别出色 特别出色 也有一些 他在一个线路 去买马 那里 是挺好的 长期都买到一些好马 所以 例如说 我现在想介绍给大家 那一只 材高八斗 材高八斗 但是这只马 一定要再教他 那只马 那只马脚 不要像马脚脚 才可以 力度 什么都够了 也都赢了 李宝利 那一场马虽然赢 但是我心里也是不舒服的 因为 应该是梁家俊的的系座棋 哎呀 又是 输了两次 一换人 换人 哎呀又赢了 当然那一场都赢得很险 但是你说 现在已经看到 又是李宝利操住他 有机会 梁家俊可能失去了这只 那么好 可以为他 赢到头马的马 但是 很难说的 但是这只 只要在神操到 他的落脚 这只马 不会留得住 这三班 是 那龙树鼓响呢 虽然我们等着法叔 已经鲜股了 鲜油 但是这只马的实力 是无庸置疑的 但是 一定不是牌子炮 虽然我很支持牌子炮 你看 潘明辉棋那场最肉酸 走三四尖 然后 translating 完全一支 你想想墨雅琪那场 好漂亮 布文那场 挺漂亮的 我中的 9倍 那只马 如果这只马 走回路程 沙田 有个好的骑士 甚至乎祈朴顿 都可以看状态 好 都可以 有机会 倒一场半场 即是安哥怎樣 出閘一時快一時慢 安哥我估計一千都是他暫時的出路 都是四歲馬仔 去年也有陣上面的教育 今年爆完一場之後幾場不行 這些是正常的 但是今年會不會再施卓鋒呢 如果不是施卓鋒的話 應該這隻馬可以再執 好 回來 接著就是青梅竹馬 青梅竹馬其實有一場馬很冷的 放在前面 一邊放回來輸很少第五 接著就收起來了 這些這麼側身的馬 五班應該留不住 如果明年在五班再跑短途 雖然是千二 甚至是去到千四 我覺得這隻馬都可以留意的 補充一點點 財高八斗和龍船鼓響 三十號就復貨了 都有四貨 跳到有時間 安哥留意一下 八月一號復貨 一貨跳到有時間 但是十五十六號停了貨 十七號出來游完水之後 這幾天都是不見了 可能健康會不會有一點卡 大家要留意一下 至於青梅竹馬 好像Michael所說的 之前梁家駿操過 今天變成潘頓 可能落五班會不會是 初出 可能日五班千四米這隻馬已經出擊 大家要留意下星期一的報名表 希望姚本輝 或者可能聽了梁家駿 一些反應關於這隻馬 或者再放潘頓上去 想去試另一個不同的環境的時候 再聽一聽反應 從潘頓對這隻馬的評價 他可能總結了兩個不同的騎士 因為可能他也再想 因為這隻馬幾次都是被建立生跑的 可能他想總結了之後 看看怎樣操耗這隻馬 或者都留給建立生去 也不奇怪 找些大師傅在神科上摸摸他 一定是有幫助的 好 再下一位練馬師 剛才也提過 剛剛結了婚 娶了一個港者的 轉身王老五來的 不知道他的外父會不會說 我自小就已經倒你的馬 這些就是離鄉別井 來到香港 兼且在香港落地生根的 另一個好例子 先恭喜他 人逢喜事精神爽 立即 然後潘明輝跟他真的 那個合作無間 也都見到 我想他 尤其是外國人見到 那麽勤奮的身分仔 你從眼睛看到他 是很有火的身分仔 他們反而會有很多機會給你 你見到他 他叫你做徒弟 毫無保留 有些馬 就算他停賽的時候 第二人贏過 繼續回去 讓你再贏一次 那你會見到 馬是他完全掌握 我喜歡給誰跑去誰跑 不是說你贏了之後 那你就代同馬 再說你贏了我 繼續我來 不是 給我徒弟 再贏 最記得潘明輝初出第一天 騎姐福外寶 然後就當馬 騎姐上路福將 梁家俊贏 沒錯 再出給他們 沒有錯 給他們贏 這些就真的好 沒錯 就是這個 就算威力名成也是 對不對 所以 那隻小巨人 當然大家不用說 這隻不是叫你買 這隻是叫你看著這隻馬 怎樣慢慢一步一步 步進去做這個短途的精英分子 我估計他應該都放了一個部署 威力名成 其實去年贏那場馬 潘明輝 你要再看回 其實是不好的 是 全程三疊的 最後的時候 那條江城 逐想看他的方向 後來考慮說 都在què遊戲中 但是仍有 tones 勝負不等於好 好可不可以算詮的批評 我希望潘明輝已聽見 然後潮潮千里這隻馬什麼賽職都沒有 只不過因為他拍賣會的價錢 和他在這裏同種的馬 全部都很容易適應到香港的賽馬的情況 好像永旺連連 美麗大師這些 這些馬我會估計 因為現在的四班是有利益的 所以這些馬可以留意進度 我們一有機會看到這些馬出現 再看神操的時候 如果是對的 說他初出 我們也不要放過這些馬 不過要等一等 這些馬就要可以 他可能一輩子不會再去那個賠率 如果他一出來已經是厲害的 或者是小巨人這些 你想他難也難 再出一定是有一倍多 兩倍 所以我剛才說不是叫你買 只不過你可能會留意到一個新星的誕生 然後就是神速寶 去年田泰安跑有一場馬 我記得開飛 我有幾個月買 80倍 最後一路下飛燈 哇 在快活局追上來 第四 如果那場有些馬迷 福智心靈拿來買四龍彩 你就肥了 那麼多人如果那三隻就可以了 有些馬迷就立即問我 他說你怎麼看 80倍馬你叫我們買 他臨時又真的 差點收禮 因為在前兩場馬我已經看到他試了 試完就收了 接著擺田坎 還對 沒有所謂 踩到電車路面 是對的馬跑掉 不要逆距離 那麼這隻馬你已經看到 他們是賭錢的 也都可以鑑山打算吞的 這些馬 哇 放在四十幾分 還減了九分 那麼你想想這些馬 我猜 明年不要說一定會升到上三班 在四班執入兩場 輕而易舉 這個就是賀然 那我就補充回 那隻小巨人 其實現在出來都是度步 沒有什麼快功夫 你明成也是 7月31號復貨 8月21號才開始慢慢度步 反而剛才說的少少千里 其實他的健康有點卡 5月29號發現肩膀的甲骨 有些應力性骨折 6月7號之後 其實度元步是不見了 暫時還未在神速見到他 可能大家都要多給他一點時間 至於神速寶也不錯 7月25號復貨 兩貨跳都有時間 是這四隻馬 暫時的操練比較積極 那一隻 我想他會 又是先頭部隊 另外一位 跌窩的練馬師 除了蘇布羅 文家良 還有以下這一位 還有這幅圖 哪一位呢 呂建威 呂建威 我永遠不會忘記 就是那隻 同德 算了 不說了 再說就很沉 那 呂建威 雖然你說他的成績突然跌下來 但是總算是有二十多場 而且一開始很順利很順利 已經沒有壓力地達標 但是起碼贏了一場之一 那一場贏得真是 吐氣揚眉 拍攝好東西 吐氣揚眉 他也吐氣揚眉 我覺得 起碼 那些馬 如果是有實力 有質素的 他也敢挑戰這些大倉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報名贏了那隻幸運如意 我想問他貴宗那時候的成績是卡卡卡 其實是不是一個 這些倉口 很少有這麼好的馬 將全副心機放在那裡 然後就會令到 有少許忽略了 未必不會 不會 他們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你在說幾十隻馬 他們都有一個時間的部署 有時候那些馬就是這樣 它循環不到 即是你的期望是這樣 就是事與緣為 例如說 OK 我放六個禮拜 粗這批 上去 但是上去的時候 咦 八隻馬 只有兩隻上去 肯定是陪伴 或者有時候 健康 諸如此類 有時候就是這樣的 這個不要緊 起碼 如果他的成績不出 即是說那些馬 可能現在他再放回去 第二個週期 再循環它的時候 可能今年他反彈也不出奇 我們回到 呂建威 我很喜歡他的一度 尤其是田泰安 去年最後的時候 幾場砌下去 哇 是零一隻馬 那麼 今年 上次 我剛才看 復貨 那隻馬 都很大火氣 是 你的意思是 就是有些火 但是那些腳 都還是 挺好力 還有他出腳 一個出腳 就到尾 那麼 這隻馬 即是他修煉了火之後 再 做個功夫給他 我猜這隻馬 如果 季初出 可以留意的 然後 紫電明珠 為什麼這隻七歲馬 我都介紹 去年那一場馬 即是 蔣家琪贏了 然後有一段時間出 回來之後 那隻馬 沒有去的 就是 推上去就沒有力 拉下來就大力 推上去沒有力 拉下來就大力 那場馬已經很壞眼 然後我猜 咦 他不忽 喬手以待 某一場 我看他 跟著 那個 谷草做什麼 什麼 什麼時候出 咦 那場 再下一場 季尾 又是蔣家琪 那我也有叫人 但是 開始回飛 我知道 留待下季 那這隻馬 沒用盡的 今季如果都是放牌仔 甚至乎 蔣家琪 跑回谷草 其實可以再跟雅 雖然說七歲 但是這隻馬 真的很好奇 被派在前面走 放就行了 另外就是一枝梅 一枝梅 跟剛才 我介紹給大家的那隻 之前那隻 你說姚本輝那隻 對 差不多了 五班那隻 五班那隻 兩隻馬都是這樣 有少少曝光的 青門竹馬 差不多 這隻馬 我覺得 今季應該會 一定可以再交到頭馬 另外 《獵狐者》也說過 上次我們也 《冷門》也介紹過給大家 那次好像你剛剛 那個《神操》也好像有 他的份 《神操》不見 剛才說的 未見 但這隻《獵狐者》也是好的 在這個 四班 暑假還減多三分 這些馬 應該是有戰鬥能力的馬 這四隻我猜 呂健威今年也是吃烏的馬 不如補充一點點 《紫電明珠》 《蔣家琪》當然騎得好 《莫雷拉》騎幾次 基本上贏了 好像在香港贏三次 全部都是《莫雷拉》 但《蔣家琪》都可以駁到一些懶位置 我記得有一場十多倍 《蔣家琪》不讓外面的馬 搶過他自己頂著欄的那場 跑第二 輸還輸 但是跑得很好 至於你說《獵狐者》 其實健康 個案有少許卡 所以上季比較遲才出 一出第一場就爆肝 之後就休息休息休息 休息到季尾 慢慢開始有表現 你看回神科 其實《史卓鋒》超過 剛剛前幾天 《莫雷拉》立了 大家留意神操邊 騎師過當 大致上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前後有十個馬房 我們還有一集 然後才正式去馬桂 下星期二 我們就會再介紹最後五個馬房 我不是全部馬房都介紹的 都是一些我比較喜歡的馬 大家可以傳檔 你喜歡像我這樣 一季見到他們出 你又看看各方面的成績 神操也很好 慢慢一點 就考一考自己的眼光 也好像有一個主線給你 跟進 然後就穿到其他場合 挺好玩的 對於賽馬運動來說 今天有六組集 明天有嘉年華集 有大量 我想另一節都會說一些集 有什麼馬跟進 就已經開羅了 轉一下 還有多少天開羅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多些 九天 已經倒數到單位數字 很快 六個星期斬下 好像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下星期二再見 拜拜